很少有玩家会像速通玩家那样 用奇快的节奏通关游戏 但直到现在人们都不知道 谁是MC第一个速通玩家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击杀墨影龙 才刚进入游戏几秒钟 Jim就遇到了危险 他想从这些猎人的追杀下逃离 不幸的是 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很少 因此始终无法逃出城市 他根本想不到这些人为什么要追杀自己 Jim绕过了一个转角 躲进了一间房子里 外面的猎人似乎失去了他的踪迹 开始散开寻找 这时候Jim悄悄来到了房间的一个箱子旁边 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能保护自己 但里面只有一些木板 更糟糕的是 打开箱子的声音成功把猎人吸引了过来 Jim质疑这些玩家为什么要攻击自己 猎人回答说 他们是墨影龙的信徒 墨影龙预言了Jim的到来 以及会被杀死 为了保护墨影龙 他们必须杀死Jim 为此他们甚至绑架了Jim的家人 并决定在三天后献祭这些人 Jim此刻别无选择 他只能在三天内击杀墨影龙来拯救自己的家人 于是他迅速放下工作台困住猎人 自己则套得出去 Jim来到了一处裸入的矿洞 便用这个矿洞他成功甩开了猎人 他在矿洞里又遇到了自己的好友 7M和Badboy 告诉他们目前的状况后 他们却直接开始对Jim敞开攻击 Jim知道自己的好友被墨影龙控制了 现在打完墨影龙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拯救家人 拯救好友 但他们手上拿着钻石剑 自己根本打不过 正好利用水流将他们冲到矿洞底部 自己则找到了一个岩浆湖 并前往了下界 但他没有想到是自己另外两个好兄弟 乔治和And一早就在下界守株待兔了 Jim利用周围的墨影人成功击退了两人 并且收集了他们的掉落物 得到了一些必要的装备 最后他又攻击小黑 得到了墨影珍珠 来到了墨地堡垒收集炼烈粉 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之后 Jim制作出了17个墨影之眼 之后他发现在地域无法防水 也就意味着不能交出传送门回到主世界 自己又没有足够的黑钥匙 只能用最开始那座地狱门回主世界了 好在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地狱门出现在视野中 但是这个时候 一声尖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回头看到恶魂正在朝他吐火球 而现在距离三天后的陷阱仪式已经不到两天了 Jim制好赌一把 他直接冲进了地狱门 就在恶魂即将摧毁传送门的前一秒 正成功返回了主世界 利用合成的墨影之眼 他成功找到了墨地传送门 但他并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先用了为数不多的物资 制作了一面盾牌 而后面这面盾牌也确实拯救了Jim的命 进入墨地后 Jim亲眼看到了被困的家人 却不曾想 这是猎人们最后的一个陷阱 六名猎人从黑药石柱后 冲出包围了他 但Jim一点也不慌 甚至趁攻击的间隙 射爆了墨影水晶 随着最后一个水晶的消失 Jim的好友们挣脱了控制 只有在几名好友的帮助下 墨影龙也成功干掉了 就这样 Jim拯救了家人和朋友 也完成了第一次的速通 祝大家元旦快乐 新的一年早睡早起 不掉头发 2023年一起向前冲吧